好,计算 它的值,其各位数字为多少 你碰到这种题目,你第一次碰 你可能就要想一段时间 如果说你做过的话,就很容易想了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另外的描述 这个地方呢,我们用 8999-0.001 那么,这样子减完之后呢,就会等于它 这个0.999,我们把它改写成 1-0.001 好,这样子同学看到有没有0.001 挺好的 我通常在教乘法公式的时候,为了要让小朋友理解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这个乘法公式,比如说 a加b的平方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这个在利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利用 这是我自己讲的 臭死法 好比说 好比说 我们说 我们说36的平方 再加上两个36 再乘以64 再加上64的平方 它要怎么做 其实它主要是说 把这个36加上64 其实它是100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它就是100的平方 这样子有没有了解了 那么有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是从这里用这个做法 有的时候也会从这个地方用这里的做法 好比说101的瓜糊平方会等于多少 我们也会等于100加1的瓜糊平方 那么它就会变成100的平方 加上两个100乘以1 再加上1的平方 同学你看 这个100的平方是不是一万 它就变成0很多 那么这个两个100加200 百位数字是2 其他地方都是0 个位数字是1 那么就很容易看到说 这里是10201 好 我在教乘法公式的时候 我通常是跟小朋友讲说 原则上是你可以想一个方法 一个是臭死法 另外一个是代入法 代入法 代入法 代入法的运用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的部分 小朋友还是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部分 就有很多小朋友就 没有办法理解 那么 就代入法 我碰到相关提醒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我们先做这一题 好 这里 以这里 这里 乘进来 这里乘进来 分别会是 8999 乘以1 再减掉 8999 乘以0.001 好 再接下来呢 是他乘以他 再他乘以他 减掉 0.001乘以1 再减掉 0.001 乘以0.001 乘以0.001 所以这里 这个负乘以负 所以这里 会是正 这个东西的平方 好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就会是 8999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899 所以合起来呢 它会有几个 它会有 它会有 加1进去 是不是就变成 9000个 0.001 后面这里是 0.001的平方 好 这里是小数点 后面有三个 所以我们这里 乘进来之后 就 小数点要移位置 所以我们这里 乘进来之后 小数点会移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8999 减掉9 再加上 0.001的 瓜糊平方 好 好 它只是要问 各位数字 那么这个是 小数点后面 有六个位置 所以就不用管它 这个各位数字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 这一题呢 我们就选珠 Anser选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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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